父母多喜欢带孙子嘛 然后我老婆就不放心我父母带 因为说老人家带孩子多少有点粗糙 确实是你老婆自己带孩子是吧 你老婆带的好吗孩子 她带的蛮细心的 这两个小宝宝都被她照顾的蛮好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她会很累啊 这个我也考虑过我也跟她说过 就说要让她给我父母稍微分担一下 你的意思是让父母带 对 你反而觉得她倔呢 为什么不让你父母带 是这意思吗 对 你是害怕父母带的不好是不是 本来就是带的不好啊 像我宝宝才两三个月的时候嘛 就说他们老一辈嘛 可能真的是观念不一样嘛 就说因为他们糊了嘛 吃的比较辣嘛 然后的话每次吃饭的话 就要给一点她吃嘛 两三个月就给吃啊 对啊都给吃的呀 就说要给吃啊 叫都叫不住啊 然后的话还给饼干那些啊之类的吃 然后因为我家宝宝嘛 本来就是一吃这种火气的东西嘛 然后就喉咙会发炎嘛 就发烧嘛 然后就说每次一吃的话 她就要到医院去嘛 打点滴 这次为什么下定决心要带宝宝回去呢 发生了什么事 就他叫我滚啊 我就早就要回去啊 你为什么要让人滚啊 就是让我自己滚 其实那一次我也是说的是七话 那一次我父母切了个猪肉刀 然后用那个刀子切水果给宝宝吃 然后他就说了我父母 就跟我父母吵起来 我当时刚好中午回来吃饭嘛 就说他不懂事 就当时就骂了他 就说了一时说了七话 你们现在在跟你们父母住在一起 那你作为一个丈夫 现在妻子是这么一个状态 你准备怎么办呀 要跟我父母好好沟通一下 然后我父母有些地方带孩子 做的不对的地方 多教一下 让他教你父母 那你干嘛呢 我在外面主要是做失去的 然后就在家带来也少 所以你不知道怎么办是吧 对